OdioJungle 据目前结果来看,冠军宝座应该非,易洋千玺莫属了,易洋千玺比第二名的洋洋多了21个成号,可知更是多了几亿,像半超真的很难,易洋千玺是娱乐圈少见的稳重少年,一点都没有年轻男孩子的浮躁之气,话上称稳不悲不亢。 这样的男孩获得冠军,也是实至名归,在亲爱的客栈中,王柯曾经夸赞易洋千玺,老实稳重,话少干活情快,当之无愧的好少年,他还断言再来的嘉宾,一定没有比易洋千玺更好的。 同组合的王源位居第四,与第三名比公有一些差距,却被第五名无一般强势追赶,不知道他能不能守住第四名的宝座,作为TS Sports的队长王俊涵略显尴尬,排名第七,成号被易洋千玺落了28个,可知更是天差地别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粉丝们没有重视这个投票,2017年年末突然爆火的胡一天排名第十, 作为一个刚刚红起来的爱豆这个成绩非常不错了,有人说他快糊了,但是既然有人议论,就说明one day,风头十足,令人惊讶的是可榜前十名轻衣,色的男明星,果然女粉丝更有毅力,怪不得那么多男艺人可以红的长长久久,迪丽热巴,以第十二名的榜位,成为可榜第一女明星,当红小花地位,一座史, 2017迪丽热巴的成就之年,期待他2018的优秀表现,这个可榜有什么用呢,获得冠军的爱豆会成为2018年第一个登上热搜榜TOP图的人,你将为谁打电话呢?